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竹梦彼岸中國新移民》 我是主持人李科夫 小蟲 你聽說過富美生子嗎 那是合法的嗎 先告訴你一個最新消息 今年富美生子的生意不太好做 據說孕婦被拒簽的機率很高 但是你知道這個大產業裡 這兩年最火的是什麼嗎 是代孕 聽說有的周合法喔 可是靠譜嗎 兩有不齊 今天的節目帶你看一下 神秘的代孕行業 美國洛杉磯 每年都有數億萬計的孕婦 從中國大陸來生孩子 他們通常在這裡居住三個月 然後帶著小嬰兒回國 由此在這個城市 隱迷生存著數千家大大小小的月子中心 為這些孕婦提供居住 交通等服務 我的英文名字叫Lona 2012年來到美國 在洛杉磯經營一家月子中心 這是Lona經營的月子中心 租來的別墅住著四位孕婦 她和先生以及請來的阿姨 負責孕婦三個月的飲食 起居和出行 我們現在就是媽媽有一個是那個 回族人不吃那個豬肉 還有一個媽媽她是小時候吃傷了 不吃雞肉 不吃禽類的 所以現在我們做飯呢 也說也要考慮大家的口味 原來我在國內什麼都不會 但是來美國了以後 瞬間就是變成嫌棄良母了 什麼都會做 Lona的月子中心 每位孕婉收費近20萬人民幣 在這個行業屬於中等價格 忙於照顧三個孩子 安排孕婉的生活 Lona和先生幾乎都在孕婉 吃完晚飯後才上桌吃飯 剩下什麼吃什麼 特朗普上台以後 赴美雲媽數量迅速下降 直接影響了月子中心的生意 我們的一個簽證公司就說 前段時間就是像那個上海 本來之前可能是七八個窗口 就變成三四個窗口了 等於你這個時間就要加長了 需簽利率也比以前高了 洛陽海關是出名的嚴嘛 但是前段時間更嚴 讓你進那個小黑屋 然後給你的時間停留息短 比如說你打算在這陪老婆一個月的 可能就給你一個星期或者十天 什麼的 去年這個時候 Lona經營著四棟別墅 每棟都請了一位阿姨管理 今年則只剩下了一棟了 只留下了一位做飯的阿姨 很多事情都得清朗清為 有買麵包 然後那個水果 有時候蔬菜挺好的 我們這邊那個就是能力比較好 其實吃水果中心 一個最大頭疼的問題吧 大家想法肯定是覺得 我現在花了錢住業的中心 我肯定要得到最好的服務 我吃得最好 住得最滿意 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 那個材料我能買到的話 或者能提供我都進來買 但是你阿姨做不出來 你想就看出那種口味 你說淡了 她說鹹了 你要就不能讓大家都能滿意 最主要的就是體力上 就是覺得從早忙到晚 我們這個苦都是能吃的 關鍵是操心的 或者是有時候這個問題大個問題的 反正就也滿累的操心嘛就是 每年夏天都是赴美生子的旺季 但今年的客戶數量很難預估 多租一棟別墅可能虧本 少租一棟可能又把客戶拱手讓給別人 這個一提這個收入我就會比較焦慮吧 我這個三十出頭 我這頭髮都有很多裡面都是白頭髮 我自從做的這行 我睡眠根本就不好 我們有時候在淡季或者其他時候 就想包本都很難 還要賠 比如我打個比方 比如說我上個月 比如說我賺了七八千 一萬塊錢這一棟房子 可是我下個月 馬上我就要空兩三個月了 那我等於我這個收入怎麼呢 又不是穩定的 我就前頭賺回去了 所以我這一年下來 我還可能白幹呢我這一棟房子 這都是說不準的 這一天是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 全國放假 商場促銷 Lona帶著月子中心的孕媽們 例行聚餐 吃得好不好 嚴重影響著一家月子中心的口碑 為了不影響孕媽們享用自主餐 先生帶著三個孩子去別的地方吃飯 這已經是Lona進入這行的第四年了 當初她也是富美生子的孕媽 我們在上海時間也很長了嘛 我有七八年她大概十年了 但是後來就是覺得吧 這個上海戶口比美國戶口還 比較難弄的 而且整個我覺得上海也比較排外的 然後我覺得美國這邊 還是相對來說 這個從民風到生活 各方面方面來說 都還是美國好一些 然後主要孩子受教育嘛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就決定好 就是在美國了 今天的自主餐價格比平時貴 但Lona更看重讓孕媽們開心 阿姨 上車 她覺得自己經營月子中心最大的優勢 就是懂得孕婦的心理需求 吃完飯 她要帶孕媽轉戰奧特萊斯 每週出行多少次 是月子中心對孕媽的普遍承諾 當年Lona生孩子並沒有住月子中心 孩子出生時 先生在國內忙生意 她一個人在美國搞定一切 孩子一出生那一刻 所有的事情就是覺得 必須要有人做呀 你也不可能老是指望別人 老公也不在 月嫂也不在 什麼都沒有的話就要自己來 也後悔過 因為晚上你根本就沒辦法好好睡覺 尤其睡一整覺 半夜起來出奶呀 然後患食 患尿什麼的 很恐怖的 我剛給她洗完 她這邊又拉了一身 然後半夜有一天我就覺得好不愧 好什麼 然後我就開始哭 哭哭發現沒有用呢 哭有什麼用呢 還有吵到別人還是繼續 還是該是怎麼清理乾淨 還是要繼續這樣的 孕媽們購物 Lona一家就找地方等著 五年生了三個孩子 從分租自己的房子給孕媽 到照料他們飲食出行 就一座月子 Lona說 這五年每天都像打仗一樣 那時候我因為主要是 其實沒有更好的選擇吧 然後我就覺得 那做這個行業的話 就是其實也挺辛苦的 也挺會有時候會很煩的 但是就因為想著 可以很多時間可以跟小孩在一起 因為那時候我還 那時候剛生老二 我還要五目乳嘛什麼的 到哪兒還可以帶著孩子 我就會覺得我比一般人 會做得好一些 然後我覺得跟人溝通什麼交流的話 應該也是挺愉快的事情 然後一起 我還挺怕寂寞 我說這個 有人跟你一起吃 一起住 一起玩 我都挺好的 賦美生子合法 但月子中心租用民宅 進行商業經營並不合法 政府多次發起多部門聯合執法行動 進行打擊 而往往舉報者就是鄰居 或者和老闆發生糾紛的云麻 娜娜說 自己甚至有些輕度抑鬱 因為出處都得忍讓 當女人就是在一起 一堆女人在一起 你知道是什麼感覺嗎 尤其是孕婦還有產婦 這個技術水平都不是 就是跟我們正常人在一起 她傷口呢 或者她傷口就是長得不是很好的時候 之後她就怪你了 必須得吃鴿子 吃什麼王吧 長傷口 傷口長得不好 是因為沒有吃到這些東西 你知道在美國買這個鴿子 好像也不是很方便吧 我們都在這兒等你吧 你就把車開到最門口來 好險 購物完畢 Lona要開另一輛車 帶兒子去朋友家住 月子中心只剩一間房 先生帶著兩個女兒 陪玉媽住在那裡 走 然後你帶著她們走吧 最近Lona剛剛售出 來美國時買的房子 新買的房子還沒有拿到鑰匙 你說來美國最大的後悔 其實我沒有什麼後悔 我其實吃了很多苦味 受了很多委屈 其實我在國內 我是一個活得也還比較愜意的 就吃喝玩樂那種 也不是藏那麼多心的 這樣就活得也很快樂的 但我在美國 我就是不是享受生活來了 我覺得還是 就比在國內還要辛苦的 奮鬥啊什麼的 因為又有家庭了 又有孩子了 不管怎麼樣 還是我們一家人在一起 還是我們兩個人 有什麼事情還能互相幫助 或互相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都還是可以的 洪水孩子 Lona才有了屬於自己的空間 他要算賬 記賬 網上支付房租 水電煤氣網絡等 諸多賬單 還要和國內的潛在客戶保持聯繫 今年雖然生意不好 他和先生也能輕鬆一些 那時候反正一天 就睡四五個小時 還反正就是同過白天黑夜 然後我老公每天都是兩三點鐘 才睡覺 像我老公 今年的時候 其實他也可能是被類病的 或者是因為我老公他不太愛說話 可能也是憋的那種 很多事情 像我會跟朋友會抱怨 或者是說很多事情去發泄 或者是怎麼樣的 然後會把這個心裡的鬱悶 委屈說我是什麼 就是生氣這種東西會發泄出來 他是全部都憋在心裡面 原來我覺得我身體挺好的 但是現在我就說 不是腰痛 每天搬東西買菜 那麼重的東西 不能把自己當成女人了 就得 反正是 在那邊有一句很經典的話 有些東西傳出來 老闆們就是 女人當男人當狗 每個週末 只要有時間 露娜一家就會去附近的華人教會 在這裡 她得到了許多照顧 也漸漸開始獲得信仰 來美國生活 她和先生放棄了太多 只為孩子有更好的教育 但作為獨生女兒 母親去世沒能陪在身邊 成為她永遠的遺憾 她們省事先用這一輩子 把錢都給了我們在美國 花銷 買房子或幹嘛的 可是我卻沒有 就是很好的回報她們 如果我要是一開始 我來美國之前 我知道我媽媽是個身 就是她如果不是突然得這個病 我可能不會就是 我會選擇一直在她身邊 或者什麼的 就是多陪陪她 娜娜說 越來越多富美生子的媽媽 選擇了在美國經營月子中心 這一行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她希望孩子上學以後 自己能幹點別的 我叫Emily 來美國生活四年了 我是白人醫生的中文經理 Emily是近些年 華人富美生子領域的傳奇人物 短短三年 她靠自己賺的錢 辦了投資移民 拿到美國綠卡 這邊是阿力醫生診所 那麼也是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這邊開始跟阿力醫生合作 那麼阿力醫生診所 開始接待中國媽媽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就半天 現在已經是三天 然後已經是接待不過來 準備開展第四天了 我在和阿力醫生合作之前 考察了好多家 她醫生診所 從中文的網上查來的 真的不準 因為很多就是同行了 到現在富美生子 就是又是淡季 同行為了搶生意 互黑的挺多的 所以我沒有從中文網站上去了解 然後主要對阿力醫生的了解 還是她所在的醫院 前面一批的媽媽在阿力這邊 生得也蠻好 然後會推薦後面來的客人 然後醫院的中心 覺得我們這邊接待的也挺好 也就放心了 也就開始推了 方圈谷太貴了 長得太離譜了 是 長了好多 好多 是是 方圈谷也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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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就先不用錢了 你就先把前面的錶填了 為白人醫生開拓華人市場 這是前幾年 艾米利給自己開發的職業 現在 她合作的醫生 可以在六家醫院幫孕媽接生 手中大量中國客戶 讓她可以和醫生診所談條件 現在 我認為每個星期 我們要照顧新的患者 每個星期七至八 兩大媽媽醫院 想讓我們開星期 怎樣 星期我們有家的練習 所以很忙 但如果你想做星期早上 對 星期早上 對 太棒了 半年時間 通過艾米利的推廣 阿里醫生在華人赴美生子圈 已經小有知名度 病人的病人 可能是我的練習 前幾乎1% 現在我們在看 差不多30%至40%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病人 她等了一段時間 對 絕對 對 絕對 謝謝 現在公說了的話 其實還是要 要注意 還是要早一點過來 去河塞過來 距離真的好遠啊 你想寫名字嗎 是的 我寫名字 好 寫給我那照片 所以我還有一個照片 好 謝謝 接待完阿里醫生診所的客人 艾米利要趕去50公里外的 另一家醫生診所 有個新客人要去 高溫暴晒 光秃秃的高速路 艾米利每天奔波3 4個小時 拓展她的商業版圖 離開中國4年 艾米利只在今年回貴州老家 看過唯一疼愛她的姥姥 回憶中 家暴和子住必教的父母 讓她對故鄉沒有絲毫惦念 七八歲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她可以打得我全身全部是紫的 全部是總的 上碩士的時候 已經盡力拿獎學金了 但是她們還是覺得 我要花她們的錢 我媽不想讓我去上 我記得是把那根棍棒 一根很粗很長的 是我外公給我做的一個 像木寶劍一樣 我外公就在我七歲時候 就去世了嘛 就留給我的那個東西 我兒子的玩具 就給打斷了 抽了我一整夜抽斷了 2013年 Emily已經在一家大型通訊公司 擔任國際市場經理 決定辭職赴美時 她一無所有 一無反顧 問親戚借了點錢 我媽說 你要是死在美國了 我不幫你還的 然後沒辦法 但是還是過來了 因為這個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嘛 所以起碼有一個奮鬥的方向 Emily通過申請學校 獲得學生簽證得以赴美 但她的目的很明確 就是留在美國 交了一個月學費 她就開始找工作 得養活自己 找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但是都是圍繞著赴美生子的 因為正好13年14年的時候 赴美生子太火爆了 好多好多人走到街上 全是孕婦 我是不是也可以開始試試做個民宿 但是真的太難了 因為我就自己一個人 然後我需要當司機 保姆 做飯阿姨 12月份的時候非常冷 就發動不起來那個車了 然後我就四處找人幫忙 所謂的朋友 都找藉口就推掉了 等到最後找到可以來接送我的人 已經就4點多了 我覺得我根本就是 兩條腿都麻木了 我根本站不起來 站起來了以後就一下跪下來 然後下面然後一下摔的全是血 膝蓋上 然後我覺得那個時候最慘的時候 後來有人要做月子中心的 互聯網平台 請艾米麗幫忙 她覺得是個商機 奔走於各個月子中心 這個人他不付我工資 他自己不做了什麼 就是張惡著我去跑 然後我就心想 為什麼非得這樣呢 換個形式 我自己給自己做不行嗎 不給他幹了 我就自己去盧蘭剛租了個房子 就開始 就是說自己去跑一些月子中心 收集他們的信息 然後收集的挺多的 但是等到我真正想 把這個網站做起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資金根本是有問題的 我虧了好多錢 然後真的基本上就把我 從國內帶來的 包括我借的親戚錢什麼的 全部都花光了 然後我看銀行砍上 就一兩千塊錢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艾米麗想起了 她在醫院偶然認識的一個白人 疑問竟然是位婦產科醫生 當時華人婦產科醫生 已經人脈為患 白人醫生卻沒有一個 能從火爆的富美生子產業中 分一杯羹 艾米麗提出幫助她開拓華人市場 她可以當翻譯 這個醫生就是一夜成名的裸素 從5月份她開始接生第一個孕媽媽 到10月份我記得那半天 來了9個新的孕媽媽 有一段時間很瘋狂 很忙不過來 那我們就開始請人 請中文經理 請更多的員工 請到最多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請了有7個 7個做完經理 當初聯絡的月子中心 都成了艾米麗的客戶資源 她大力在中文網站 為羅素做宣傳 為在大陸的潛在客戶 提供24小時諮詢 羅素診所也像華人醫生診所一樣 開始排場隊 艾米麗成了羅素的未婚妻 但是網上也出現 越來越多的負面消息 因為一位潑婦產孕婦傷口感染 羅素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中國的孕媽媽很焦慮 那個時候傷口裂開了 不管是不是她自己的問題 我想可能羅素沒有去匹配 孕媽媽那個焦慮 我認為她的有些價值觀 缺少了一點人情 真的很難跟中國人長期做下去 工作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感情和生活混在一起 然後經常吵得非常厲害 價值觀不一樣 她有她固執的地方 而我認為服務好客戶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個是矛盾的聚焦點 我們因為這個問題 常常吵 常常吵 艾米麗和羅素彼此成就 如今 兩人只剩下生意 艾米麗開始有了更多的合作醫生 而且都是獨家中文合作 但是 艾米麗要取得 白人醫生的信任並不容易 這個診所是我自己在網上查到的 剛去的時候我就問他們 他們接不接受中國 願不願意接受中國客人 然後他們處理就說願意 然後我說那能不能讓我見見醫生 他說不行 醫生不見你 你帶客人來 醫生見你 然後我說不行 這個我一定要見見醫生 如果連見都不見一面 那我絕對不可能帶客人過來 我就坐在那個診所門口 然後我就一直等著 然後到最後 然後他們前台也沒辦法 就跟醫生說了 醫生是很熱情 很願意接待的 餐飲料 你第一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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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六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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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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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斤 你測試平常 你不測試大 你不測試大 你總是感覺大 看起來大 但是你不總是有一個大 小孩 這個醫生診所位於華人區 但眼見著赴美生子的隊伍 越來越壯大 華人診所生意越來越好 他們卻沒有太多變化 可能20% 為什麼你不遇到翻譯人員 關於翻譯人員 必須要有一個人 也要知道醫療 因為這不是普通的語言 他們必須要明白 工作人員 和工作人員的症狀 是有點不同 嗨 親愛的 你好 你好 我是醫生從上亮 這是艾蜜莉的老客人了 他們家老大就是通過艾蜜莉合作的 醫生接生的 事實上 對於這些合作診所 翻譯並不是最重要的 市場才是 艾蜜莉希望 和這家新診所合作順利以後 能用僱員來做這個診所的中文助理 要給我很多的病人 要填的各種信息 各種病例我要去翻譯 她剛剛註冊了自己的公司 思考著如何往規模化發展 先把呈現 看洛杉磯這一片 富美深子藏去的地方的醫生都拓展 接下來我就想 聖地亞哥 還有三藩市 然後如果這些地方都穩定了的話 那當然西雅圖 紐約和休斯頓 我覺得還是一個模式問題 這個模式只要想明白了 弄好了就可以做 現在 艾蜜莉收入客觀 依舊單身 她每天奔波在 各個合作醫生診所之間 不停地接電話 回消息 提前去摧散了 玩了說Petty沒有翻譯清楚 然後我店優吻了錢 這個不合理吧 那我問她現在能不能過來 那你說這個事情是讓孕媽乾脆就 當孕媽到直接就去催 萬一催不下來 高了 然後又說是我們的事 奔波了一天 晚上 艾蜜莉還要見她新的白人合作夥伴 Rob Rob幫她開拓白人醫生市場 Rob是媒體人 非常看好艾蜜莉 幫助人 我們有很多人 需要醫療醫療醫療 在美國的醫療醫療 所以這看來是很好的商業 我相信是Emily 我們有更多醫療 如果有醫療醫療 如果有醫療醫療 我們可以把醫療醫療 去找醫療醫療 然後醫療醫療得更加更加更加 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會談論 這些生意的紅塗 我們大的目標 肯定就是說 把它做成像一個醫療平台一樣 然後不僅有產科醫生 應該還有試管的醫生 還有其他一些專科的醫生 能夠滿足中國客人不同的需求 因為童年家暴的陰影 資深在美國闖蕩 Emily除了把全部時間 耗費在追逐夢想中 生活中她並沒有安全感 我已經娶了30個卵子凍的了 也就是說我想要我隨時可以要 因為你年齡就凍在那裡 在這邊坐久了真的是挺害怕 這個生小孩 所以說不定我待會就長得太孕了 這根針扎進到這個卵子之後 這個精子就打進去了 從精子水平我就把男女給挑出來 咱就後面不用做了 或者自己植入 或者植入到待遇媽媽體內 我們需要準確 另外的話我們要安全 我叫Maryland 2012年移民的美國 我現在在聖地亞哥 一家輔助生殖生育中心 擔任市場總監 馬博士原本的研究領域 是細胞生物學 三年前氣血從上 中國背景讓他給這家 代孕為主的機構 帶來大量客戶 西歐有很多人 我們客戶有30%左右 另外北美主要是加拿大跟美國 我們有相當一部分客戶 現在從中國過來 主要是北京 上海 廣州 其實西部現在也有的 中國客戶應該在40%左右 但是我認為會不斷上升 這家機構可以向客戶 提供各種精子 卵子 以及代孕母親 做試管嬰兒等 全方列的生子服務 OK 看上去還可以 但是我們現在不能確定 一定要到卵取出來之後 我們才可以確定 一年我們是幾百個吧 前期做試管的話 90%以上都會代孕 試管跟代孕都做的話 你起碼要準備16萬美金 這個的話相當於人民幣 100多萬了 再加上在美國停留的時間 你這個吃肉 醒油啊 你肯定還要有些額外的花費 基本上你要有個 140萬人民幣的預算 大概啊 資產要至少在這個5倍左右 我覺得她才敢來做這個事情 我們有一個客戶 今天從中國過來 然後她的代孕媽媽今天要產檢 她特地從中國飛過來 來支持她 鼓勵她 代孕懷孕 三個月會來這裡做最後一次產檢 李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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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那個飛機還好吧 李小姐來自北京 她一共找了兩個代孕 第一個已經通過三個月檢查 今天產檢的是第二個 這次檢查順利通過 就意味著這個孩子安全了 我自己是獨生女 然後太知道這個獨生孩子 太孤單了 然後我就希望 我就很羨慕電視劇裡的那種 大家庭 都有四五個孩子啊 好多孩子一大桌吃飯 熱熱鬧鬧的 然後我就和我先生 就特別想要多幾個孩子 所以我們來這裡選擇了代孕 我自己也會嘗試去做一下 因為我覺得女人 還是要自己懷一次 這樣才不會有遺憾嘛 所以這裡是孩子的頭 哇 你可以看到心碎 非常強 聲音很強 聲音很棒 戴姆琳娜來自北加州 生過兩個孩子 未婚夫陪她來產檢 這次產檢之後 她就可以在家附近的醫院 進行常規檢查 她也可以從此獲得代孕的費用了 不過 費用並不是她從事代孕的主要原因 她們會有很多客戶 希望帶孕媽媽來餵奶 給這個寶寶餵一下奶 這個是允許的 但是不允許胸胃 因為一旦胃上奶了 你抱著她 你那個感覺就出來了 你知道嗎 你就覺得 哎呀 這個像你自己的孩子 尤其是你又懷了她 其實養育症是大於生育症 戴姆檢查順利通過 李小姐非常高興 這已經是她第二次來美國 嘗試代孕了 第一次找的機構 讓她非常不滿意 浪費了她幾個寶貴的受精卵 馬博士說 像李小姐這樣 關心代孕的客戶非常難得 我們等一等 她要吃美食 午飯 午飯 我可以帶了我的兒子 再給你 當然 我很願意 我們帶了你 我們是朋友 你喜欢鸡肉或鸡肉? 你喜欢最好吗? 我可以买更多吗? 一定是鸡肉 它们都非常好 哦 鸡 但是鸡 一定是 你喜欢鸡肉或鸡肉? 我会买更多 有的时候我见到一些场景 不是就生了孩子 是在没生孩子 父母来到这儿 来跟我们谈代孕的事情的时候 就带着他家老大来的 老大一进来 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他家老大 因为都跟成年人一样了 然后老大因为有的是 在美国就读着书了 有的是就英文都很好 帮着父母看资料 翻译 那我觉得这个场面 也真的让我很感动 吃饭了 就一份吗? 我不是那吗? 丁江泥吗? 你觉得说丁江泥 近些年 像李小姐这样 希望多生孩子的客户 越来越多 马博士也需要跨越时差 昼夜颠倒地为各种客户提供咨询 它可能因为身体的原因 或者内分泌的原因 化疗的这种经历 同性恋 演绎界的 以前有生过孩子的经历 可能觉得不想再受这个罪了 那这个也是一小部分 这些都比较小 我觉得主要现在比较明显的 还是这个70后二胎放开 这个比较显著 代孕在美国部分州是合法的 而加州代孕合法化的历史最为悠久 相关法律也最为健全 但是由于近些年 华人赴美生子的兴盛 华人经营的代孕机构也遍地开花 寻找代孕是他们的普遍瓶颈 马博士说 代孕的管理工作 只有本地人才能做好 哈喽 嗨 这是我们的代孕妈妈招聘主管 我们的目标是 我的目标是 到100年以来 我们的总统的联统员 我认为我已经在75 在75名的联统联统员 我们也有另外一个人 另外的十个车车车车车车 所以我们也有另外一个群统的联统员 其实是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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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化的代孕管理部门 解决了这家机构 代孕供不应求的问题 我们在法律当中有各种约束 包括我们的这个 你的这个工资怎么领 我们也不是一下就发放给你 你不生完这个孩子 你也拿不到钱 所以说它会一步一步比较配合 其实最痛苦的代孕过程是在前边 前三个月是很难过的 那个针特别长 打进去以后要揉啊揉啊搓 然后搓开以后吸收然后再打 到最后有了代孕妈妈 那个屁股上都像铁板一样的 所以它整个的前十二周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这么不容易下去 钱还没拿到 它就开始来想点什么 不好的这种方法 对它来说没什么意义 所以大家相对来说 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过程 很多代孕妈妈做完 马上就又跑过来要做第二次 马博士说 她十年前被中国科学院 外派到美国学习 之后喜欢上这个国家 她决定留下来 父亲因癌症去世 她便立志攻克癌症 哈佛 MIT我都拿到offer 我都没去 后来我就留在这个 顶尖的私立研究所做科研 我本来想去攻克癌症的 后来我发现我攻克不了 我以前发了好文章之后 获了很多大奖 然后别人 包括我去大会上做报告 然后很多人会后会围着我 问我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觉得蛮好的 老师对我的期望也很高 可是我那个时候觉得 内心蛮空虚 我就觉得我的文章 发了以后也就是发了 这没有转化成一个 实际的生产力 或者是一个价值 所以我最后觉得 可能去让帮助别人生孩子 更容易一点 马博士和同样从事癌症研究的先生 很容易就通过杰出能力人才 获得了绿卡 现在马博士的收入 远远超过继续做科研的先生 整个来讲 我就觉得现在做这个生育领域 可能心情上更好一点 波尔顿当时我也去了 那个太冷 我说我受不了这个冷的环境 揪金山我也去了 我就觉得弯曲的环境 可能不适合我 我来到圣地亚哥以后 当时我的博士和我导师 也蛮好的 给我安排了一个海景房 就是面试了三天 你随便住 一推开窗户就是大海 我当时就决定 我说这是我想要的地方 我希望那家安在这个地方 马博士说 他很享受现在的状态 在帮助各种客户 获得孩子的过程中 他自己也不断感悟 关于生命的哲学 如今 李小姐自己也通过试管 成功怀孕 明年初 她将妇美和两个待遇妈妈 先后生下自己的三个宝宝 再回到中国 小丑 我问你一个问题 去美国生孩子 你觉得怎么样 人家还小 古人说胡死守秋 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去美国生孩子 现在已经是个产业了 规模还越来越大 这也说明我们的社会 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包容 好了 竹梦彼岸 我们看中国新移民 我们下周见 包容 86 年轻人 互入 地平址 虎 年轻人 debate 试图 Kong oh what what's what how many puns oh i was 130